会不会太便宜了 带你来看到母亲节快要到了 现在连名牌包都出来抢商机 要推出特卖会 这回呢最低下沙到六折 而且里头名牌可是包含了LV Prada还有Gucci 几乎呢都是今年春夏最新的款式 有民众呢就特地跑过去 要买母亲节的礼物 原本呢要价四五万元的包包 现在只花了一万多元就买到 让他们直呼真的太划算了 Gucci Prada LV 巴黎世家 眼前这些名牌包几乎全是今年春夏最新的款式 才刚上市特卖会业者直接下沙六折 让钱来挖宝的民众直呼真的赚到了 原价要好像五万多块 对 大概省四万多块吧 不会啦这个经理可以蛮高雅的 名牌包包超过五十种款式 全部都六折起 LV的亮皮圆筒包小小一个原价就要五万多块 特卖会上三万出头就买得到 还有这个明星最爱的牌子 全年不打折的巴黎世家 原价将近六万块 一样杀到六折 四万元有找 Gucci 2010年春夏最新的款式 也是打到八折 还有这个全省专柜都断货的 Prada包包 在这里也找得到 而且一样打八折 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怎么讲 因为这样东西本来就不便宜啊 对啊 我觉得还蛮便宜的 虽然是有瑕疵可是还是新品这样 对 而且是送母亲节的礼物 平常难得打折的名牌包包 就算有瑕疵 客人还是甘愿掏钱出来买 特地选在母亲节前特卖 吸引熟客回笼 也赚进母亲节商机 欢迎收看邓杰林小凡台北报导